十年之前 瀕臨破產的漫威賭上一切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況下 拍出了鋼鐵人 而現在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 是有史以來最被期待的電影 歡迎各位再次來到加點幾拿棒 我是超立方 你知道又到了做什麼的時候了嗎? 預告分析 預告分析 沒有錯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 又有新的預告出來了 但是在你開始看這部影片之前 必須先去看之前做的 邁向無限之戰系列影片 否則會聽不懂其中的連結 以及各種角色的進展 在這個系列之中 我幫助各位解析 所有漫威電影之間的連結 以及你從沒注意過的背後意涵 跟漫畫彩蛋和幕後冷知識 我在這裡等你看完 我是認真的 講過的東西 我不會在這部影片重複 如果你在這部影片之中 有聽不懂的地方 就代表你該去看前面的影片了 如果你已經看過了 那麼話不多說 拿起你的泛金屬杯子 還有沙威馬 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畫面 我們就看到了紐約 可以看到一個小小的紅點 應該就是我們在上一個預告片 看到的太空船 也可以看到奇異博士的基地 以聖索窗戶上反射出太空船 所以讓我們來整理一下紐約會發生的事 這一個太空船 最近被確認是叫做Q船 顯然是薩諾斯在無聊的時候 看了太多星際大戰 開始學他們命名太空船的方式 Q船來到紐約 其中很有可能是暗黑號令 又稱薩諾斯之子 薩諾斯降臨的其中一員 暗緣 他們的名字都很中二 這些只是我的暫時翻譯 所以首先察覺到危險的 應該是剛放學的小蜘蛛 他在看到Q船之後 趕緊換上他的面具 至於他為什麼隔著普通的鞋子 還可以黏在車上 就不得而知了 嘿 Peter 你要去哪兒啊 呃 沒 沒事 我只是要跳車而已 別管我 幫我保管好書包就好 另外在奇異博士的勝所 浩克在他跟索爾的太空船 被薩諾斯打爛之後 剛好墜落到奇異博士的勝所 變回Bruce Banner的原型 而鋼鐵人也趕到 於是科學好兄弟跟魔法好兄弟 就準備迎接暗冤 我們在之後的畫面 也有看到奇異博士被暗冤絕磨 假設這不是騙人的簡介的話 那麼暗冤來到紐約 很有可能就是為了奇異博士 脖子上的阿家摩托之眼 也就是時間寶石 但是照這種情況看來 他應該不只是為了拿寶石 還連帶把奇異博士都綁架了 至於為什麼 這很有可能就跟漫畫中的情節有關了 在2013年的故事線 《無限》之中 薩諾斯帶著暗黑號令來到地球 而暗冤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利用奇異博士 因為他能夠純粹用他的話語來操弄扭曲人形 使受害者任由他支配 於是他就將奇異博士變成他的走狗 基本上讓他變成了一個雙面間諜 所以在電影之中很有可能看到這樣的劇情 不過看來他的能力應該不只如此 這畫面上看來類似 Cacelius在電影中使用的魔法 所以暗冤在電影中應該是扮演 類似黑暗版本的奇異博士的角色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綁架奇異博士的原因 在這部電影的前導漫畫之中 老王告訴了奇異博士其他無限寶石的所在位置 所以暗冤折磨他很有可能是要逼出寶石的資訊 我們也看到了鋼鐵人的裝甲變形成火箭 快速衝向Q船 值得注意的是 現在基本上確認鋼鐵人在這部電影的裝甲 會是血編裝甲了 雖然以原文翻譯的話應該要叫高科技裝甲 但是聽起來就不夠中二了 血編裝甲在漫畫中的特殊之處 就是他儲藏在Tony的骨髓裡 能隨時召喚出來 而這裡似乎也融合了他在漫畫中的 51號裝甲 守衛裝甲 能夠因應情況而變形成任何形狀以及功能 所以這裡才看到他的腳變成火箭 或者變成鋼彈 不過從預告片的另外一個畫面看來 這個裝甲應該不是從他體內生成 而是跟黑豹一樣從他身上穿的某樣東西延展出來 也許是新的弧形反應爐 再來咱們看到另一組太空好兄弟 其中一個畫面是暗黑號令拿著武器環繞表情驚恐洛基 所以現在可以百分之百確認 在諸神黃昏的片尾片段看到的太空船 就是薩諾斯的船 所以非常有可能他們在進攻阿斯加的船之後 殺死了大多數的阿斯加人 洛基為了拯救剩下的人的性命 而交出他從阿斯加寶庫偷走的宇宙魔方 也就是空間寶石 或者他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別忘了他自從復仇者聯盟失敗之後 等於是欠了薩諾斯一堆東西 另一個畫面也看到薩諾斯拽著索爾的頭 至於他是怎麼逃出來的 可能薩諾斯覺得把他丟到外太空就可以殺死他 或者浩克突然跳出來 把自己跟索爾一起撞出去 更值得討論的是接下來的是 我們可以確定星際異攻隊把索爾撿起來 我前幾個禮拜做的邁向無限之戰星際異攻隊那集之中 意外的有許多人留言說沒有看過星際異攻隊 甚至還有人不知道風低所就是格魯特的配音員 所以如果你不認識星際異攻隊 簡單來說 他們是一群由罪犯組成的外星人魯蛇團體 其中包含薩諾斯的養女格莫拉 從各種片段以及釋出的資訊看來 星際異攻隊跟復仇者聯盟一樣會分成兩邊 格魯特和垃圾熊貓會跟索爾去製造新的武器 因為他的錘子在諸神黃昏之中被捏爛 在上一個預告之中看到的畫面 應該就是製造武器的超大火爐 而Hot Toys最近也釋出了索爾公仔的圖片 手中拿著稱為破風者的新武器 其實破風者在漫畫中是另外一個角色 Beta Ray Bill 的武器 但是在這裡似乎只有名稱相同 而這個武器的柄所使用的樹枝 很有可能就是咱們的美少年格魯特提供的 反正他好像完全不會覺得痛 在另外一個畫面之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索爾舉起手召喚雷電 但是他在畫面中的姿勢 非常可疑的像是舉起一個東西 畢竟漫威在諸神黃昏的預告之中 都有把索爾的眼睛修回來了 我敢說這裡索爾手上其實就拿著破風者 我有一個純粹腦補的瘋狂推測 還記得火箭在星際異攻隊2之中 叫格魯特去救他們時 格魯特因為聽不懂而拿了一個掠奪者的眼睛來嗎? 火箭後來並沒有把那個眼睛放回去 搞不好他會把這個生化眼睛給索爾讓他裝上去 另一方面 星爵帶領著格魯特 Drax還有螳螂女來到一個地方 從旁邊的圓形採礦太空船看來 這應該是地基之中出現的枝無領域 他們來枝無領域幹嘛? 極為有可能是來找收藏家 因為我們最後一次看到以太 也就是現實寶石 就是在收藏家手上 他們可能是在索爾告知他們薩諾斯的計畫之後 趕忙來到這裡 至於來不來得及 無限寶石實際上有沒有在這裡 等一下會有更多線索 在預告之中 我們還聽到格魯特的旁白敘述薩諾斯的故事 在漫畫中的確有一個畫面是薩諾斯彈了一下手指 抹滅半個宇宙的生靈 那薩諾斯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漫畫總監 Kevin Feige 在訪談之中表示 薩諾斯在年輕時住在泰坦心上 本來有能力阻止足以毀滅他母性的災難 但是他不被允許 而在他的人民滅絕之後 他發誓不會再讓這種事發生 他認為整個宇宙不斷的沉淪 認為生命不斷不受控的向外擴展 而這就是他要摧毀半個宇宙的原因 帶來平衡 我們在另外一個片段也看到了明顯是回憶片段的橋段 薩諾斯與在當時仍然是小女孩的Gamora 根據Gamora的描述 薩諾斯在屠殺他的人民之後將他帶走 把他訓練成一個殺人機器 導演之前也表示 相較其他的漫威電影 這會是一部以薩諾斯為主的電影 雖然聽起來像是個誇張的說法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我們會看到許多薩諾斯的背景故事 不像我們上一個看到也是從外太空來想要拿走 古老神器毀滅地球的電腦動畫反派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 他為了取得空間寶石 徒手捏碎了宇宙魔方 被稱為瘋狂泰坦的他 力量不只來自於無限寶石 而是本身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 那麼星際異攻隊是怎麼跟復仇者聯盟大上線的? 在畫面中有看到Q船墜落在一個外星星球上 很有可能就是薩諾斯的母星泰坦 所以小蜘蛛和鋼鐵人 可能為了救奇異博士而破壞太空船 使他墜毀在這裡 而星際異攻隊則趕到這裡 與他們共同對抗薩諾斯 在畫面中也可以看到奇異博士與星爵的合作 值得期待一個非常嚴肅對上超級亂來的人 但是都一樣自大的兩人所產生的火花 可以推測這個在泰坦星的部分 會與另外一個部分同時進行 也就是瓦甘達 在我們到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之前 讓我們先來看看其他人在這一段時間在做什麼 在《無限之戰》的前導漫畫之中 我們看到美國隊長在內戰中跟鋼鐵人對打結束 丟下盾牌之後 來到外頭看到黑豹 Tachala表示他誤會了Bucky 並且主動提出幫助 隊長感謝他的好意 但是說還有未了之事要處理 於是直接開飛機到福島監獄 將因為在內戰中幫助他而被監禁的英雄救出來 但是漫威在這裡又再度破壞自己的連貫性了 美國隊長在電影之中 明明就是穿著蝙蝠去救他們的 大家一起跟我說 接下來鷹眼表示他真的要退休安享天年 蟻人也說要回家陪小孩 而Wanda非紅女巫 則說要去找一個老朋友 顯現了復仇者聯盟在當時真的分崩離析了 連幻視都離開了鋼鐵人 但是在蜘蛛人返校日的最後 Tony不是才跟Peter說他可以當幻視的鄰居嗎? 我們也看到了瓦甘達的首席科學家 公主Shuri 研發出了一種演算法來解除酷寒戰士的洗腦 而且驚人的是 這種演算法還能幫助他們發展瓦甘達的人工智慧 他趁機dis了一下鋼鐵人 說這個方法比Tony研發出的奧創安全而且容易多了 同時美國隊長也與他的秘密復仇者 也就是黑寡婦和獵嬰 在世界各地解除恐怖分子購買其他瑞外星人武器 在漫畫中隊長在拋棄身份之後 改變稱號為浪人 所以令人好奇其他人在電影中會怎麼稱呼他 而看來他們都聚集在瓦甘達了 畫面中可以看到Steve帶著一行人來到瓦甘達 而黑豹面帶微笑地迎接這些殖民者 其中一個畫面也看到黑寡婦Bruce 戰爭機器站在平台看著上方 Rody站在這兩人旁邊的反應大概是 在這之後的畫面還有看到美國隊長拿著新研發的 泛金屬爪子盾牌 代表著Tchalla對於Steve的信任 就跟我在另外一個影片之中談到 漫畫中他的祖父對於隊長的信任一樣 那他們來瓦甘達做什麼? 其中一個明顯的原因就是為了保護幻視 因為思想寶石就裝在他頭上 看來他在電影一開頭是跟Wanda帶在愛丁堡 但是被暗黑號令之一的午夜星突襲 不過他應該是沒有成功 因為在另外一個畫面看到幻視在瓦甘達時 頭上還有寶石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最後一顆寶石 靈魂寶石可能在瓦甘達 老王表示靈魂寶石是六顆寶石之中 力量最為強大的 我在上一個預告分析之中說 黑豹不會出現靈魂寶石 Herry對人說我腦部 而他確實沒有出現在黑豹之中 但是我在介紹黑豹影片之中有提到 漫畫中瓦甘達弟弟有個死亡之城 而靈魂寶石可能就會在那裡 甚至在黑豹電影之中看到的祖先之地 很有可能就是靈魂寶石的化身 其中一個畫面也看到了 Herry驚奇地看著幻視的群襲投影 泛金屬似於瓦甘達高科技 但是可能從來沒有人想過可以創造生命 當然這部電影最浩大的戰鬥 就是發生在瓦甘達 我們看到薩諾斯的爪牙 先前者成群湧入瓦甘達 所有人都向前迎戰 包括改良的浩克破壞者 其中很有可能是Bruce 因為他才剛從兩年被困在浩克身體裡 還有摔下彩虹橋 再摔到地球復原 應該不想馬上變身浩克 但是他還是有可能在被先前者淹沒的危急時刻變身 畢竟他在漫畫中真的有這樣做過 也看到了裝了新的泛金屬手臂的Bucky 也許新的手臂也有變形的功能 他在這之後就不會以酷寒戰士稱呼了 而是瓦甘達人叫他的白狼 而最後我們則看到Steve擋下了薩諾斯的手套 薩諾斯顯然是對於他可以擋得住感到非常意外 而且有趣 薩諾斯的拳頭應該比一台直升機強吧 他怎麼擋得住 說不定薩諾斯只是想摸摸他的鬍子而已 誰不想 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手套上只有力量寶石跟空間寶石 可以確定的是 保管靈球 也就是力量寶石的信心軍團 接著阿斯加人遭殃 但是卻沒有現實寶石或者時間寶石 難道以太已經不在收藏家手上了 而暗冤可能沒有成功將時間寶石交給薩諾斯 或者只是預告片只在手套上保留兩個寶石 誤導觀眾 當然還有最後這一段 我是Peter 這比你更好 哦! 你用了你的名字 那我是Spider-Man 因為奇異博士的信誓實在是太不尋常了 之後應該還會被很多人誤會 不過還有被邊緣的鷹眼 有些人認為他退休了 可能根本不會在這部電影裡 但是他又有出現在雜誌的澎湃中 導演表示鷹眼在執行自己的任務 某些與隊長同一邊的人做了某些決定 讓他們各自在不同的路途上面對不同的後果 確認了他會出現在這部電影裡 蟻人應該也是同樣的道理 從蟻人與黃蜂女的預告看來 那部電影是發生在無限之戰之前 而蟻人因為他在內戰支持隊長而被軟禁 還有另外一點值得注意 有人注意到冰與火之歌飾演小惡魔的Peter Dinklage的名字 出現在海報上 確認了他在這部電影的出演 至於是什麼角色沒有人知道 那麼在這之後呢 之前出現的片場招讓許多人推測 英雄們可能會慘敗 在明年的復仇者聯盟4使用時間旅行 或者來到平行宇宙 只有看電影才能知道了 就是如此別忘了如果要真的高檔漫威宇宙 去看我們的邁向無限之戰系列 才能為這部電影做好萬全準備 如果你現在就打算走開 那就太不專業了 我們在這裡要送出蟻人與黃蜂女的海報 你只需要到我們的臉書專頁 遵循邁向無限之戰蟻人那篇貼文指示 就能參加抽獎 這個頻道會固定推出漫畫相關影片 以及各種電影和影集的介紹解析影片 包括奧斯卡電影 雖然沒人在乎就是了 想要看到的話請務必訂閱這一個頻道 如果這部影片有娛樂到你 或者讓你學到新東西的話 別忘了揍下喜歡鈕 並且分享給你同樣熱愛電影的朋友 我是超粒方 我們下部影片 也就是邁向無限之戰 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 見!